以前羅布署有一個名言 貓不在 老鼠就作怪 現在整個掌控 掌控中亞的 其實是普丁 所以他在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穩定的 現在他整個勢力往下走了以後 我們跟你講 亞美尼亞跟亞塞拜然 已經開始打了 而且現在誇張是 亞塞拜然居然敢去攻擊 俄羅斯的哨所 我連貓的這個爪牙 我都敢打了 更不用講 連吉爾吉斯 塔吉克 這中亞五國 也彼此開始衝突了 而且事實上普丁 現在到底是大家多看衰他 現在大家已經完全 沒有在理你的權威感 為什麼這樣說 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在以前蘇聯時代的 這個加盟共和國 過去都被俄羅斯掌控了死死的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 有衝突的時候 普丁出來說話一定是搞定 譬如說在2020年 亞塞拜然跟亞美尼亞的 這個戰爭裡面 亞塞拜然已經贏了 就後來在俄羅斯的壓力之下 兩個國家給我和平的談判 所以後來兩個國家 就沒有在打仗 可是問題是現在 擺明了你俄羅斯自顧不暇 現在亞塞拜然沒跟你客氣了 馬上就開始攻擊亞美尼亞 還不只攻擊亞美尼亞 他現在攻擊俄羅斯 在當地國安局 有一個這個哨所 就沒有他還給他攻擊他的哨所 這是俄羅斯當他們的那些 國安員丟下這個車子 在這個地方啊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是俄羅斯的哨所 這是俄羅斯的車隊 我居然俄羅斯的軍隊 俄羅斯的哨所 亞塞拜然都敢打了 就知道他現在道理是多麼 沒有把你看衰的這個狀況 除了這個之外 吉爾吉斯跟塔吉克也是一樣 這兩個共和國人 過去一段時間 他們為了爭水源 所以兩個打過 打過的時候 結果普丁就說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他上次2021年出來調停 兩個國家又不打 就變成這樣 現在跨年落水了 兩個國家又打起來了 所以說事實上 現在大家都覺得說 反正你現在 你現在自顧不暇 我要我的權力的時候 我就剛好不客氣的 就對對方就開火起來了 所以說你的秩序 維護者不在了以後 這個秩序就靠拳頭了 沒錯 現在整個中亞 或是整個他過去的一段 這個所謂高加索地區 真的非常混亂 這就是我們講的嘛 這是亞塞拜然的這個國土 那這是亞美尼亞的國土 過去他們為了這個納卡地區打 可是現在打都不是在納卡地區 現在打是在這個地方 直接打進亞 跟這個亞塞拜然的邊境 所以簡單的說 亞塞拜然是要滅亞美尼亞 所以趁這個機會 趁這個機會 他不是在納卡地區打 他是 他是要越過邊境 消滅亞美尼亞 所以現在亞美尼亞一直跟他求救啊 他跟這個集體安全協約的國家求救 沒有人理他 他現在要跟法國總統馬克宏求救 跟聯合國求救 問題是目前為止 也沒有任何的著落 那你看 市場現在 亞塞拜然用什麼 無人機去攻擊亞美尼亞的畫面 非常多啊 而且他用的畫面就是 土耳其的TP2 而TP2就是這一次 我們知道的 烏克蘭使用非常頻繁的武器 去攻擊亞美尼亞 對 所以你看 他現在不斷地公佈這些畫面 那不只公佈這些畫面 你看這是什麼 亞塞拜然他們軍隊遇到 他們還會不只攻擊哨所 因為過去但是 亞美尼亞本來就是俄羅斯在造 所以他們有很多俄羅斯的軍隊 那過去他其實 這個亞塞拜然看到俄羅斯軍隊 他不敢打 他打亞美尼亞的部隊 但是沒想到他現在看到俄羅斯部隊 他很不客氣 造打 他就開始給你開火 所以他就哇 你這個亞塞拜然 到底哪裡來的這個底氣 簡單的說 就是因為你現在 根本不會管這些事情 你都自己都沒有在管 而且虎丁世維 對 更值得關注的是 他跟習近平兩個人之間的互動 本來以為說 兩個人要在整個哈薩克會談 要共同對付西方 可是現在發現不是 他各懷鬼胎 而且更怪是 俄羅斯在這個時刻 居然把栗戰書的影片給丟出來 很簡單 現在習近平跟普丁 兩個互相需要 但是兩個又有一些互相猜忌 為什麼 普丁現在落水的時候 他需要中國幫忙 所以他想把中國拖下水 但是中國現在不想被他拖下水 但是他又想染指中亞 他也要跟俄羅斯互相合作 他染指中亞 所以現在雙方有一點點 這樣微妙的心態 什麼微妙的心態 保證 那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有一條叫 中吉烏的鐵路 中吉烏鐵路來說 中國已經跟俄羅斯講了25年 25年俄羅斯從來不答應 但最近俄羅斯突然答應了 為什麼答應 因為他現在需要中國幫忙 所以很簡單 那你就蓋吧 那你就蓋 好這條鐵路於是就蓋成了 那不是這樣鐵路蓋成了 這次哈薩克也非常有意思 哈薩克過去一段時間 是俄羅斯下面的禁軟 那去年跟今年爆發動亂的時候 都是俄羅斯去評定 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話說 中國在當地投資了300多億美金 他根本沒辦法說什麼 他還很擔心說被俄羅斯 把這些地盤都搶走了 所以他現在第一站 他馬上就跑到這個地盤 他現在去故莊 所以你說哈薩克是他一帶一路 最重要的轉運站 中繼站 而且哈薩克對他的能源安全 是有極大重要 我丟了300億元 可是過去 哈薩克所有的事情 我都不能語文 什麼事情我都管不了 現在趁著你普丁衰的時候 我要開始進去了 我就說他們兩個互相競爭 就是這樣 中國在那邊投資400億 結果去年跟今年的凍亂之後 俄羅斯就控制了哈薩克 那你讓中國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又開始去巴裝 所以兩個國家 他其實互相之間 是有一點點唯一妙的這個心態 那你更不用講 最近一段時間 我就說普丁要拉中國下水 這個栗戰書不是建了普丁嗎 建了普丁裡面呢 去莫斯科嗎 莫斯科裡面很多談話裡面 其實中國媒體都沒有報導 但是最近呢 這個國際媒體丟出了非常多 這個栗戰書在莫斯科說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美國和北約直接逼俄羅斯 逼到俄羅斯的家門口 那俄羅斯採取認為 應該採取了一些措施 中方表示理解 而且會從不同的地方給予 側意 這個在中國媒體是沒有出現的喔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西方媒體或是他們俄羅斯官方 就丟出這些事情 而且他最近呢 要跟這個 俄羅斯要跟中國見面 全部都是俄羅斯在講的 中國都一直到最後一刻要見面 他才說好 我們真是要跟他見面 所以他真的是想要拖這個習近平下 但是習近平到目前為止來說 他也不知道他具體最後要對俄羅斯 不知道你怎麼做 所以現在兩個國家在 整個中亞問題上面來說 其實是有一點點心結 那要不要合作 兩個之間 彼此有一些猜忌又合作的可能性 栗戰書之前去見了普丁 想說見了普丁以後 說這個訊息其實中國並沒有發布 影片也沒有發布 可是就沒有想在習近平跟普丁 要見面之前 栗戰書的影片出來了 而且栗戰書講 第一個 我們認為你俄羅斯採取的是 因採取的措施 中方不但理解 而且要從不同方面給你撤印 對 我要把話塞回你的嘴巴裡 而且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還國際媒體 馬上紐約時報就說 這是北京至今為止 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發起的戰鬥 最明確的支持 所以你支持了 所以就表示 原本中我不想讓這件事讓外面知道 但是普丁就故意把它丟出來 然後人體給我支持 所以現在雙方在這個地方 就有一點點微妙的心態 所以你才說 這一次他們兩個 這個原定在今天就要見面 那兩個談了會講什麼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狀態 總部長 你再講了 大國的外交版就是 耳魚我詐 各懷鬼胎 今天這個最妙的是 栗戰書 栗戰書是最能夠代表習近平的人 就當時去參加的這個會議的時候 怎麼派你去 派你去的時候 並沒有很多的消息出來 結果現在習近平要跟普丁兩個人見面了 栗戰書的話出來了 影片出來了 話跟影片 直接把你打釘轉角 你要支持我的 你對我的行動表示理解 而且你要給我不同方面的測運 這些東西就是代表 你對我的承諾 習近平你認還是不認嗎 這個是一個最好 今天最好笑的這個新聞就是這件事 那個栗戰書本身他講話是河北 河南 湘英很重 對 他講的湘英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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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講說俄羅斯 美國 北約 都打到你們家門口來了 把你們逼到牆角了 你知道嗎 那你們要反抗 我們是很能理解的 然後中方那才講的 不是講的嗎 而且不同方面給予 撤意 撤意是什麼意思 他講了一大堆 他沒有講一句關鍵話 就是我到明天給你什麼東西 很簡單嘛 美國人 這個二樓四任只剛要一個東西 武器 軍事武裝備給我 講了半天廢話 我要裝備嘛 這個多難看的畫面 你知道嗎 這個栗戰書跑去開這個會 栗戰書的身分就相當於我們的 國會議長 這是我們的立法院院長 對應來講的話 就是俄羅斯的杜馬會議出席 很高位階嘛 他很高位階 他跟你講了一大堆 就我常講的 這個老共有一套 他說口惠而時不時 形容詞一大堆 然後具體落實事項 沒有 沒半件 他講了半天 一顆螺絲釘都沒給人家 結果那個俄羅斯人的畫面 你現在看的是他 栗戰書的畫面 你要看俄羅斯當天的官員 是什麼畫面 這沒畫面 畫面他昏 不耐煩 然後有一個人在這邊拍桌子 一邊看一邊拍桌子 就是手在那邊輕輕地拍 你知道吧 這個樣子就是非常不耐煩 全部都盯著給大眼睛 對 這個態度非常的不好 你看 而且這個 每一個人崩個臉 你看一個表情 你看每一個人崩個臉 你看 他搞笑了 你知道吧 崩個臉完之後 我告訴你 最妙的就是這個畫面 怎麼跑出來的 怎麼會跑出來的 因為中國不會丟這個畫面 對 畫面是由俄方沒有俄羅斯方面 沒有經過中國同意把你丟出來的 普丁把你丟出來的 我不要講普丁 就把俄國官方丟出來嘛 你看 你看每個人的表情 每一個人都崩個臉 對不對 所有的人 所有的俄羅俄方都崩個臭臉 在那邊聽他講話 因為你講了半天沒東西 大家不是傻瓜 你講的就是 都是空 什麼叫 側印是什麼意思 側印 側印是什麼意思 我想 你先打 我等一下會巷口等你 保健你先上 沒問題 等一下打到那個下一個接口的時候 我會用扁鑽 我又丟把武士刀給你 我會側印 我來給你聽聽 但通常守門的人都跑第一個 對 我鼓勵你去打 然後我要側印你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他被打成 稀里糊里的 捲著鋪蓋行李逃了 那你現在要跟我講 我要側印 我告訴你這什麼回事你知道嗎 因為這7號他出國的時候 一定是他本身唸稿嘛 那個稿是誰給他的 那一定是中國的外交部 幫他擬了一個稿 你就到那邊去跟我唸這個稿 他一個字都不敢動 就把那個稿練完了 為什麼那個稿練完 就那個戰打敗 情緒改變了 情緒變了你知道嗎 昏倒要搞照鏈 二方昏倒 你在那邊搞什麼東西 我都兵敗如山倒了 我都沒有武器了 你看有沒有 不耐煩地敲桌子了 不耐煩就是慢慢地 拍桌子很小聲啊 就是這個拍 就是這個 這個點是荒謬的一個局面 你知道吧 所以他現在這個畫面丟出來 你知道中國的網民炸鍋 什麼炸鍋你知道吧 真沒面子啊 什麼這個國家領導人 還連國語都講不好的 對 他說練稿 練稿 那時候牛頭部隊馬嘴 對 整個變成一個國際的笑話 你知道 因為懂中國的內政人知道說 他是去孕婦的 對 那拍板 他是去忽悠的 忽悠他們的嘛 忽悠他們 所以他為什麼丟出來 俄國人呢 北極熊呢 手下 下手重得很 他不跟你客氣 第二天把你上網 上網怎麼辦 我告訴你 給你習近平來了 而且他是在 我跟習近平見面的錢 一天丟出來 丟出來 就逼你習近平很簡單 就是習近平 你可以想像 那習近平跟普丁見面 是什麼畫面 很簡單嘛 普丁絕對不會跟你談虛的 一定跟你談明的嘛 就是我要什麼晶片嘛 我要什麼裝備嘛 我要什麼半成品嘛 我現在需要多少大炮的零件嘛 他一定是有一個清單 就丟給你 你給不給 就那麼簡單的兩個東西 沒有別的好談的 因為這整個中俄 在這次的過程當中 包括習近平要出訪的消息 都是由二方先放 然後中方拖了好幾天 搞了半天 華春瑩同意 有這件事情 全部是中方被動 二方主動 二方丟消息 就是一副就是很簡單 就是強迫你 就是逼你一定要來 逼婚 你好嗎 然後收債 然後你到前面的答應我事情 我一條一條要逼你收 所以他現在問題很麻煩 他跟普丁見面之後 那個怎麼收場 各位 剛才講 現在這個二五改變了全世界 也改變了一個台灣 這次我們講的 我們通過了台灣政策法案嗎 中間有個非常關鍵是 加強我們的雷達 因為這次烏克蘭最強的 就是戰場管理 現在也要把我們的戰場管理 脫胎換股嗎 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從9月2號的一個新聞 從美國華盛頓宣傳 然後我們這邊是9月3號 那這筆美國對台金屬算是第六度 那這第六度總額大概是11億美元 那這個氣象比較有玄機 我們先唸一下 就是說大概 我們花了3.55億美元 買了60枚這個魚叉飛彈 然後呢 八千五百六十萬美元 買了一百枚 翔尾蛇AM9XFAM 更有玄機的是說 我們居然花了是6.554億美元 做什麼呢 去買這個監視雷達升級系統 大家這樣來看 不對啊 這11億美元的東西 怎麼這個雷達系統 就佔了6.554億美元 這個佔了一半以上 說真的 然後呢大家都不去細看說 大家說都看到說 這個魚叉飛彈 然後買了60枚 好像威力很棒棒 沒有錯 我們買那個預警雷達 或者說雷達升級系統 監視雷達居然是超過這個 可能可以買到一百枚的魚叉飛彈 這個金額是很大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說 我們要買這些雷達做什麼 因為其實雷達 我們必須來看說 他也算是個無形的武器 就說武器 我們知道 我們武器要升級 這個雷達也要升級啊 那以前我們的 譬如說長城域雷達是看得遠 但是呢 經過性能升級之後 他看得精 所謂看得精說 他的雷達波數比較細 就是說以前可以看得到 抓得到彈道飛彈 看得細的話 他就可以抓到巡弋飛彈 那現階段講 前陣子不是無人機一直騷擾我們嗎 那如果說呢 再經過性能提升之後 你能不能把這個大型武器 給他抓下來 這個是這筆軍售的目的 當然我們講白點 這個雷達性能升級 我們講白點 叫插亮眼睛好了 插亮眼睛 插亮眼睛 你說看得細看得遠 其實還有很多種方式 很多方式說 我們多佈幾雙眼睛 在我們本島 他可能是機動的 可能是機動 或是說小型的 這樣多幾雙眼睛 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空中目標 那小型目標 那有些人會說 你這個雷達升級了 看了這麼多目標 那你不會戰場錯嗎 其實不對 其實就是說 第一個 美國就讓你說 你要看得很清楚 看清楚戰場其實 然後這麼多目標沒有關係 現在電腦都很方便 所以這個時候呢 才是所謂戰場管理的系統 才會介入 那為什麼要有戰場管理系統呢 其實我們講白點 現階段兩岸 他們我們的武器 感測器都很發達 你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幹嘛 我也知道你在幹嘛 這個是一個重點 但是呢如果說假設 今天敵軍來犯 就中國來犯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得到了 那至於說誰要打 我們講白點 這叫成功不必在我 為什麼要成功不必在我 那可能說 我們偵測到 可能對方來接的 飛機無人機飛彈等等 我們可能是由 比如說軍艦去打 發射飛彈去打 或是說我們地面部隊去打 甚至說我們還有在空機去打 這個才是所謂的 戰場管理的目的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 從這次俄物戰爭中看到 不管是防禦性的武器 還是說攻擊的彈簧刀 這種無人系統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小兵力大功夫 但是他有一個牽絕條件 就是說你要清楚說 敵人在哪裡 戰場在哪裡 那在俄物戰爭中 我們看到說 美國跟歐洲國家 提供給烏克蘭 遠遠不決的 戰場即時機票 這點很重要 所以其實包含 莫斯科號行動艦 甚至小到裝甲東隊 其實烏克蘭發言 都可以在即時 看著一七六組 那一七六組之後 那不管是 他可能用比如說 彈簧刀無人機 或是說 七七七這種火炮去射擊 甚至連自己的戰甲車 都可以射擊 這個才是戰場觀點 所以說在這次的軍事案中 我們居然看到說 這個雷達市場 居然達到了 6.554億美元 這個是相當不得了的一個比例 MING PAO CANADA